身穿橘色上衣的騎士 跟另外一輛機車擦肩而過 他立刻把機車轉向追上去 因為有一名女子在後方 一邊追一邊喊抓著啊 13號早上9點多 57歲女子騎電動車 才剛送小朋友去上學 回家經過宜蘭市陽明三路 被騎車的歹徒 鎖定上腳踏板上的包包 女子驚慌失措 或汽車追人 熱心的民眾也幫他一起抓賊 不過還是被嫌犯給逃走了 熱心民眾也趕緊把訊息 提供給警方 在調閱路口監視器之後 鎖定嫌犯的車輛 事發不到兩個小時 警方就在大坡路超商 看到嫌犯的身影 趁他進去超商買東西時 順利將人逮捕 全案 一 搶奪罪 偵犯 警方當下查扣 嫌犯的機車及髒款 46歲張姓嫌犯 搶了兩萬多的現金 但被載時身上只剩下三千元 全案也將一搶奪罪移送地檢 不過騎車七到一半 迎面遇到搶廢 民眾心裡的陰影面積恐怕不小 TVB的新聞檢查 陳陳露獻禮 蔡宜藍藍藏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